首先啊,它前面腰围这边是这一片,这样子有款式,这个扭扣啊,是不能够开的,是款式来的,扭扣是款式来的,不能够开的,没有拉链,有扭扣,扭扣是款式,后面一样是这样子一小段,这一边后面啊,这一边是有rubber elastic的,穿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套上来,中后的牛仔面料有弹性,裤脚这边一样是这样子有修裤管的, 所以要找牛仔裤这样子修,不管了这一期就只有这个款式,这一刻呢,我是穿,我要是穿到M,你们可以看那个尺寸啊,OK,它可以到,M是可以到80,80,80,80啊,M是到80,可是穿我身上整体是不会有松的问题啊,这个因为它的后面一样,像刚才那样短,它拉伸比较多,对,它可以拉伸多,所以拉到应该说多一半出来,所以说这个啊,我说M是不会有松的, 那么我是根据尺寸也说,你能接受贴身,多一个2CM可以吗,这一个款式是可以,因为我拉的话它可以去到这么多,OK,拉伸它可以去到这么多,所以说,根据我们提供的尺寸的话,多一个两CM可以穿得到,这个款式,我是穿在M拉伸高160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子,OK,下围一样是还有空间,没有拉伸的话都还有空间,拉的话一样它可以去到蛮大,这一个,面料是很舒服,很舒服,很舒服, 那一个牛仔面料弹性是非常大,所以这边你们看,弹性是很大的那一个牛仔面料,只有一个是它比较有款式的,就是在它腰围这一边这一片这个款式,然后这一边上面是这样的属于Scalot Cream这样子的款式, 助理是穿M,我是穿S,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我要换穿这个Cream Color的上衣,因为凡是牛仔衬浅系列的上衣都会显年轻,再加这一个布鞋,然后裤脚这边是这样子有收裤管的,它这边裤脚它是用了另外一种面料,罗纹面料这样子收它的裤脚这一边, 一样这边是这样子有弹性的就对,基本上整件裤子的面料弹性都是很大,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个牛仔面料,是很soft的来,是有那个立体感的那个牛仔面料,有口袋啊,左右两边口袋是防身那个中高腰,OK中高腰, 其实呢,它是这样子太有点,你看去像高腰,其实不是,是因为它的款式这一片,它这样比较长,它里面这一边呢,它是这样子平的,这里面是这样子平的,OK,转多一次后面,后面也是这样子平的,它只是前面这个Scalot Cream,这个好像有点小Peperum的款式在腰围这一边,OK,可是DPG17,价钱是79,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,最大是去到XL,很容易配的啊,怎么配的啊, 你可以配到我现在身上这一件上衣,或者待会就啊,刚才助理穿的那一件上衣都配得到,还是更简简单单,你就配个T恤就OK了,只有一个是,以外如果这件上衣,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上衣,我不要答应的话,一样是配搭的,当然就是这样子,微微前面答应一点点,后面不要答应,一样是可以配搭的,因为它这件裤子,它就本身它的那个裁剪,它不是plan的那种牛仔,它腰围这边是这样子有裁剪,就是 scalop team的款式,非常遮度难,还有就是,为什么我讲非常遮度难,因为它这一片是这样子大片的,它有那个修复的那个效果在那边,会帮你有遮度难,有遮度难的那一个效果在这一边,这一边,它是另外车多一层啊,OK,这边是这样子,另外车多一层,OK,DPG17,要找这样子,不要修裤管的, 然后中高腰的牛仔裤,这一期就有这一个款,颜色方面就是深蓝色,OK,所以一定会显瘦,要找牛仔裤的这一期啊,不要错过这一个款式,助理穿M,我是穿着S,所以要S的快啊,因为S的数量很少而已啊,这一件的S的数量很少,简单,然后又休闲的来穿下去,又很舒服就对,OK, 所以我穿着M来,整体就是这样子啊,对,我把衣服这样子塞进去,先看,可以看会比较兴趣,所以说这个,OK,我是穿着M size啊,腰跟下围都有空间,最假是腰这边啊,拉伸是还有空间,OK,还有空间,那么就是穿到我身上,不会有什么问题啊,是不会的,下围腰都有空间,身高160啊,对,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子,长度就是属于长度啊,还不是7分,或者是8分,或者9分, 我的身高翻起来,它就属于一个长度的长度了啊,这个,啊,Vivian,你看到了吗,OK,我穿着M size啊,这个,没有的话,我已经看下一个款了啊,下一个款是爆款回货的背心啊,小背心啊,COS STQ15,非常的优惠,价值是42零级而已,啊,有新的颜色啊,这一次,